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 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组织 其在中国的极权统治 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 无视人权 摧毁人性 践踏民主 违背法治 撕毁合约 血洗香港 杀害造民 输出腐败 危害全球 更有甚者 竟以中共新冠状病毒 对全世界发动生化袭击战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存 其罪恶至极 天理难容 消灭中共 是打碎中国人民的奴隶枷锁 和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之必须